8月15日,娱乐圈区事,今日上午11点多吴亦凡工作室,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曝光,了一组吴亦凡双手和时,眼神深邃的照片,已经过初便引起了不少网友和媒体的纷纷撰载,看到这是大家推吴亦凡的认可。 大家都知道柔梁朝北,吴亦凡等的艺人联合主演的《欧洲攻略》将要上映了,所以网友说这是吴亦凡的暗号,其实这段时间以来,吴亦凡的先情,应该还是受到了不少的影响,尤其是某网的恶意造谣吴亦凡的热度,还故意抹黑吴亦凡,所以这段历史里一切的背后黑手就是某网,觉得太可恶了。 吴亦凡从出道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步步擅长表达的孩子,他处理音乐,别的他真的不如别人,尤其是造谣和抹黑,而吴亦凡有今天千万集点粉丝的他,一步步走来,都是凭借着自己努力走到今天,在娱乐圈能够到这个地步算是不容易了。 而最近吴亦凡一直都在为自己主演的先骗欧洲攻略录影宣传,他的忠心也是放在了这部影片中,对于其他的他一代都没有回应,对于他的用心相信每个人朋友都看得到。 吴亦凡穿黑衣帅系有形,双手和时眼神深邃,网友,暗号吗? 而今日吴亦凡工作室曝光了吴亦凡录影的这一组照片后,网友和粉丝们都在纷纷为他打磕反反才辛苦了。 817安排,七夕电影热剑,凡哥辛苦了,我是海施,这两天路眼辛苦,了,七夕电影热剑了哦,欲助欧洲攻略票房大卖,M2法先生洛奇天津开心,看到大家的留言及时,对于吴亦凡的新片大家也表示很期待。 今天已经是8月15日,对于《欧洲攻略》的上映,今天只要一天多一点的时间了,不知道了由梁朝伟,吴亦凡,杜珍,林子祥等等主演的这部作品,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了? 即使吴亦凡上一部作品,至今一年多的时间了,才再次看到他的作品,对于《欧洲攻略》,我还是比较期待的,你们呢?